这就是刘家湾的赶海园了 现在我身后的地方就是赶海十倍的位置 很多人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下去了 说实话长这么大 我也是第一次赶海 不过不是有句话说的好吗 功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虽然说咱们是第一次 但是装备也得齐活 我去准备一下 全副武装赶海武剑套 可谓赶海利器 雨靴 小水桶 小铲子 小耙子 它们的功用一目了然 可有一样东西让我很困惑 那个盐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我猜测 我也坚信 这个盐是用来接下来烹饪我的所有收获的 我今天凭借着这一身的全副武装 一定会收获满满 走 我们一起下海去 刘家湾村坐落于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滔落镇沿海 日照南沿海公路中段 锦灵黄海 全村一千两百余户 世代居住在海边 男人们以海上捕捞为业 女人们以赶海丰富餐桌 补贴家用 刘家湾拥有五点四公里长的黄金海岸线 滩涂面积大 产出品种多 沙滩细软 很早以前就是远近村民 赶海的好去处 从古法赶海贴补家用 到现在的游客络绎不绝 赶海嬉戏 刘家湾是如何转变思路 利用海洋资源 深耕海洋经济的呢 让我们一探究竟 刘家湾坚持多维度生态化的修复理念 沿岸纵向采取沙滋岸线修复和生态海地建设 横向积极采取清淤输郡 退堤还海的方式 扩大前海海域面积 促进区域海洋生态可持续发展 园区投入近三亿元立项的 日照式太阳湾海岸带保护修复工程 计划用三年时间修复沙滋海岸约3791米 入海口植被恢复23.64万平方米 赶海员实时轮目式赶海 有序投放补充各种贝类50余种 让更多的游客感知大海 了解海洋生物的奇妙 这风景 绝了 我也是头一次来到这样的这么大的海边的滩涂 这看起来得有三公里了吧 这个面积着实让人难以想象 其实呢 我在来之前也是做过了功课的啊 我听说在这个海滩上头啊 凡是有窟窿的地方 它底下就有东西 为什么我沿着这个洞挖下去了 但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呢 是不是我这找的地方不对 还是我挖的方法不对 走 继续前进 我看那边有一群人 您看看 全部聚集在那个地方 看起来 多像是那边有着 什么神奇的宝藏一样 我们过去 看看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看看他们有多少收获 刘家湾赶海十倍 亲近大海 已成为日照的特色旅游品牌 这里不仅有青岛 围方的周边游客 也有通过网络慕名而来的游客 想来玩的话 提前一天为我赶海时间还有天气 包娇包会包分配 日照赶海招导 是不是 来看看这个 对对对 没事有的是 一个个的来 它有时候像这个灯 有可能被踩过了 它就出来的慢 你看没有 像这种情况 你把手续到沙子里边 捏住它 然后轻轻的别捏碎了 然后慢慢拽 也别使劲拽 你使劲拽的话 它就断了 明白吧 谢谢各位关注 谢谢各位支持 这是哪里 山东日照 刘家湾赶海员 没入点 这是猪家城 这边撤的还是不少的 还是不少的 大家喜欢的可以关注我一下 谢谢各位关注 谢谢各位支持 来这个是 潮水退去 海滩上留下了大海 馈赠给我们的一些 小鱼小虾和海贝 通过观看孙子视频 慕名来到刘家湾海滩的 全国各地游客 听她的赶海秘籍 看她示范 赶海技巧 尽情享受着与传统赶海 不一样的体验感 与获得感 找着大部队了 您好 我看您这是在直播的吗 赌鱼号叫孙子视频 对 孙子视频 对 合着您这是顶着孙子兵法的名号 对 用兵法在这抓鱼补蟹 对 孙子兵法教你打仗 孙子视频带你开海 是 我看他们这收获不少 对 全都是我们来的网友 然后他们不会抓 然后我们来教他们抓 我看这里头什么好东西都有 您看我这空空如也 我这什么都捞不着 这是为什么呢 你要不会挖的话 我可以带着你抓几个 走 我们上这边看看吧 看这边有没有 来 这个吧 你带盐了没有 我带了 带了 这盐是用来干什么 盐就是用来骗在掌巢的 骗撑子的 挤在这里头 对 我还以为这盐是用来吃海鲜的 来 你看到没有 你可以感受一下 这就出来了 捏它 捏它 赶快捏它 就一个手 捏着别 跑了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用去划着手 怀疑人生了 我看着 拿这个为例 等会儿 我想给你演示一下吧 看到了 它错了吗 一个手挨住它 挨住它 扁住它 它就没本事 然后咱们指头捏住它 就上来了 不要使劲拽 我抓住了一只鲲子 这个给你自己体验一下 好不好 好好好 先用一只手摁住它 让它不能跑 让它拔起来是吧 你看到吗 学得真快 还是孙子老师教得好 网红主播孙子告诉我 贝类是用盐分变化 判断潮起潮落 撒盐让鲲子物以为涨潮 就会出洞 准备随着潮水回到大海 其实我觉得抓鲲子其实不难 难的是找洞 对 你撒盐的时候高一点 你看这个就是图案型的洞 给眼睛睁开一个形状的 好 这个大 这个大 那这个属于是 竹节称 竹节称 对 看着确实像竹节一样 对 就是一节竹子 感海知识丰富 说话语速快 是我对网红主播的印象 一次偶然的回乡直播 让他感受到网络的影响力而转行 江湘美则是他拥有 四十多万粉丝成功的基础 我以前是在外资企业打过工 然后去青岛 跟着别人做过一些运营 就是一些微商城之类的运营 那这次是刚好回老家两天 顺带着直播了 不不不 就是类似于回家在家常创业吧 我们这样做的话 还可以给家常做做宣传 然后我们也算一种创业 您就定在这了 对 今年来了两万多网友了 两万多网友 就像刚才一样跟随着您一起 对对 因为很多内陆的网友也没赶过海 然后他就非常想体验一下 像我一样 对 然后我们就教教他们 给他们教会了之后 他们也愿意来玩 我看到这里头有很多小海螺是吗 还有这个地方人称嘎啦 对 还有一个带尾巴的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海豆芽 海豆芽就是学名叫蛇行贝 那我想抓一只皮老板 这个东西只能挖 皮老板只能挖 不能骗出来是吧 对 骗不出来 对 看到他了 看到他的身体了 他在往里头钻 对 这皮老板他会往下伸缩 这手法 这手法 看到没有 这是个完整的皮老板 完整的皮老板 一找一个准 搞得现在我都觉得没什么挑战性 没什么挑战性了 一会儿你抓换一下 行 走 回乡创业 让孙子为家乡旅游 引流的同时 又收获了网友的认可 让他收获着满满的幸福 孙哥 你上哪儿整这么一大耙子 这是网友给我定做的 还是春不绣钢的 其实 用了很久了 对 好 我们今天试一试 看试啥 考验视力的时候到了 这有 我感觉到了 我教你怎么抓他 你捏走他的 这后边这个腿 然后就 他就不会牵着你了 又一只 又一只 我看到他 成功了 这个是个体力活 要不你感受一下 对 我们两个换换吧 对 一个手压着 一个手拽 胖的一声 我得感觉感觉 一个爬中一个 可以 可以 厉不厉害 孙老师 厉厉厉 哎呀 孙老师 累了 这赶海呢 挺好玩 但是也是真的累 对对对 不过 还好 我们今天收获也不错 今天收获也是可以 但是我看 我们这都走出来这么远了 咱们待会怎么回去呢 这边是用那种 舔牛 有交火车 然后可以拉着我们回去 好 那我就跟着您了 好 哎呦 小心点啊 嗯 哦 哈哈 再走 再走再走再走 哎 您看我们这收获这么多 待会儿是不是一起吃个饭 那不用了 不用了 那个剩下的就 和我那个小伙伴 小田一块吧 因为我还有朋友 在里边等着我 哎 您好 您好 然后我把这收获交给你 走给我吧 好 那我把这个耙子 耙子叫给您了 下次再来玩 谢谢您 谢谢您 拜拜啊 好 我带您吃好吃的 来说吧 好嘞 我们这边探土比较大 探土上的泥沙比较多 只有大铁牛拖拉机 能够在里边跑起来 轮子就不会陷下去 对 三公里沙滩越野 对 厉害 不需此行 临海相交别有一番景致 走在园区的木栈道上 两侧种植了法铜垂柳等树木 在林木眼映中 一个个木屋更显别致 同时能够容纳百余人住宿 好奇心驱使着我进入房间看看 能不能进去看一看 想看看里头的样子 可以 但是房间稍微有点乱 没关系 特别想看看里头到底是什么样的 这是一个客厅是吗 对 平常来的朋友多的时候 在这儿聚个餐车饭聊聊天 挺宽敞的 挺宽敞的 我们去哪个房间看一看 刚才这房是一个海燕883 883房间 883号房 好 我们过去看一下 挺好奇 里头也是木质装修的吧 对 一进来就是一个大阳台 对 这是一个观景台 透过阳台可以直接看到大海 住这儿真是很享受了 很舒服 然后这整个装修 我感觉都跟这个大海的风格很配 对 这还有一个上下铺 这是一个 亲子房 亲子房 这还有一个防撞脚 是不是说怕小孩在这儿撞伤了 是吧 对 主要怕小孩在这玩耍 打闹 我觉得这个设计很贴心 给你们比赞 特别好 特别好 看着我也想住了 这风格也太惬意了 看到客房的设计装饰后 我感觉到 只有时时处处为游客着想 细节上一丝不苟 才会让旅客获得一个完美的旅程 天哥 我们刘家湾的人 是不是很多都在赶海园里头工作 对 在我们刘家湾呢 有四十多个人 在景区这边上班 那刚才小村他也是 对 他也是我们刘家湾的 也是刘家湾本地人 对 也是本地人 正是刘家湾人的精准定位 不懈努力 才把机遇变成机会 把赶海从贴补家用 变成旅游资源 促进在外务工人员回流的同时 提升了农村常住人口的幸福感 天哥 现在我们也出来了 我现在这么多海鲜 我上哪儿去吃 上哪儿去加工 仅一条马路之隔 就是刘家湾的餐饮民宿区 五十万人次的年赶海游客量 带动了刘家湾的旅游经济发展 村里现有民宿餐饮三十余家 旺季日接待游客千人以上 您好 您好 您是小乐吗 对 您好 您看我这 赶海去了 赶海去了 田哥介绍我过来的 他说您家的这个海鲜 做得特别的地道 对对对 所以说想麻烦您给我加工一下 行 没有问题 我看您赶了不少 对 麻烦您了 赶来撑的啥都有 对对对 忙着呢 我也来看看我今天的劳动成果 你觉得怎么样 各都挺大的挺好的 是吧 我有收获的 就是说好像是数量不多 但是该有的咱都有了 对吧 对对 有葱子 有蛤蜊 对 咱的杆了 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了吗 没有你去等了吧 你等了 好好好 马上美味 汉菜马上就到位了 行 坐好 那您来啊 嗯 好 辛苦小乐 辛苦小乐 歇会儿歇会儿 好好好 来歇会儿歇会儿 我来尝尝我今天抓的这个竹银 来蘸点这个蘸料 尝尝 嗯 肉质鲜嫩 水分十足 我看这还有两条鱼呢 对对 这是鸦片鱼 您可以尝尝 哦 我来尝尝看 嗯 口外怎么样 肉很湿 这个汁水调得也很好 尝尝尝啊 这还有一条那个石斑 哦 这是石斑鱼 石斑鱼我知道 是南方盛产的一种鱼 对对对 是的 您家怎么会有这道菜呢 我们这边啊 有一个红旗养殖基地 嗯 各类的鱼啊 都是有的 哦 南方鱼 北方鱼 都能养殖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呀 跟我以前在南方吃到的石斑 没有什么区别了 是的 因为我们啊 也是根据不同的游客啊 我们制作不同的口味 哦 那您是在这家餐馆里面 呃 我自己这边的话 承包的这个餐馆 因为我之前的话 也比较喜欢做饭 也喜欢大海 所以说 呃 这几年的话 开始 那个来做这个瑜伽 那这个 呃 刘家湾的这个 赶海员 嗯 他的建立 给您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变化呢 呃 对近几年的话啊 嗯 当然我们的收入啊 包括 呃 我们这个 整个地方的一个建设啊 都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像我们 个人收入也提高了 当然我们这边 是不是 那对这点我非常好奇 您目前的这个 个人的 收入是多少 我们一年的话 大约利润在 二十万左右 哦 那也是很可观的了 所以说 咱们今天不只是吃了 我的这个 赶海的收获 而且呢 还吃了 红旗养殖场 养殖的 呃 这两种鱼 对对对 您说的这个 红旗养殖场啊 我倒是真有点好奇 我觉得我明天 有必要去 看一看 去学习学习 对 一定要去看一看 嗯 来 我们继续品尝 嗯 十万里的味道真不错 嗯 吃了鱼 味道呢 还不错 但是我就是很好奇 你说这个 南鱼和北鱼 是怎么样 在同一个地方生长的呢 现在我就在 红旗现代 鱼业产业园 我们一起去 一探究竟 位于刘家湾村的 鱼业产业园 规划总面积 一千亩 为村中的养殖户 提供了 先进的技术保障 负责人赵大哥的 一番讲解 颠覆了我对 传统鱼业养殖的认知 在这明亮的观光通道 各式各样的鱼 给了我一种 置身海洋馆的错觉 这就是你 昨天吃的那种 珍珠龙胆石斑鱼 啊 这就是我昨天吃的 对对对 我看一下 您说这个石斑鱼 我们在南方经常看见 经常吃到 但是 您是怎么在您的这个养殖场里头 能够养出石斑鱼的呢 因为我们这种养殖模式啊 是精准可控的 特别是在温度方面 南北方的鱼啊 它主要差异在温度 我们的温度也是可调控的 南鱼 北鱼的定义 在养殖层面而言 主要的区别是生长环境的温度 先进的科技设备 可以精准地控制水温 调节灯光 再配上24小时不间断的循环水 让原本只适合在南方生长的鱼 在这里生长到上百斤 到了 这就是牙瓶鱼 捞一条给你看一下 这就是刚刚那个鹤牙瓶 是的 是的 这么看还看不出来呢 我捞一条给你看一下 捞起来看看 这一下捞起来两条 小心啊 还挺不老实这鱼 对对对 这下给我看清楚了 对 这就是我昨天晚上吃的 是的 看着在水底下挺老实的吧 起来了是真不老实的 对呀 环境不适应了 你盖它眼就好了 为什么盖住眼睛就好了 没有光线刺激它嘛 它这一面是白的 对 每一条鱼背面都是这样的吗 差不多 因为以往它们呈上餐桌的时候 都是另外黑的那一面呈上来的 是的 我还不知道原来背面是这样 您说这么一个小池子里头 密密麻麻的 养这么多呢 我这个鱼啊 实际上这池的鱼我还卖了一部分了 我们这一个池子 40瓣的池子 基本上产量能达到了4000斤左右 4000斤的产量 对 您这么说 那您的水池可真厉害 一路参观下来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循环水养殖模式 该模式既比出统模式 节水六倍 鱼的产量还提高了三倍 通过圆区化鱼液养殖和集中供水 集中污水处理 有效解决了水资源浪费 维水排放不达标 近海污染等难题 如今的刘霞湾村 走出了一条生态发展的新路子 致富环保两不误 腾书记好 杨敏 赶海回来了 感觉怎么样 感觉特别棒啊 我看着这个蓝天白云 还有大海 还有沙滩 特别舒服 是吧 我们这个地方有助说话 走蓝天碧海金沙滩 幸福生活刘家湾 蓝天碧海金沙滩 对 这个我是见识过了 幸福生活刘家湾是吧 那刘家湾的幸福生活 我还没见识到 要不您带我看看 好 带你看一看我们的产业和幸福生活 伴随着海洋牧场和工厂化养殖的不断发展 刘家湾的冷藏加工厂也应运而生 给村子增添了不少的就业岗位 通过员工的双手 各种洞仙海产品销往省内外 年销售额超过三千万元 这就是我们的冷藏场 我看这产品还挺丰富的 今天反正咱们打包的就是霸鱼 霸鱼 咱们还动着其他的鱼 对 黄花鱼 黄花鱼 带鱼 汤鱼 木耳鱼 这又推着一车霸鱼过来了 对 这是包装好的 包装好之后还要重新入库了 但是又入库 现在客户了 我们也进去看一下 黑冷这里边 零下二十多钻鱼 这些都是已经包装好的 这已经包装好的 这个大箱里是带鱼 这样的是原料 这是原料鱼 但是洞库里头也太冷了 我感觉在里头待不了多久 是不是 冰线就需要低温 低温那个保证它的质量 这里头倒是冷 待不住了 待不住了 快走 书记快走 从零下二十多度 到零上二十多度 让我切实感受到了 刘家湾产业发展的热度 你看我们早上就到了早上就闻死大喷了 不守之间的印象 无数季节的支援 一年可以养三叉 水量充足 从阳充足去天花上 木材能达到七八千斤 刘家湾村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海洋产业链 海淡水养殖品类丰富 本地特色产品输出 秀美风光展示 特色餐饮住宿行业的蓬勃发展 这些都可以给农村居民提供收入 农村经济不再单一地依靠单一产业 而是被多个产业共同支撑 在刘家湾的这几天 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山东人的热情 以及刘家湾人经略海洋的智慧 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做到护海用海 乘着时代的东风深耕海洋 我们一定能够把刘家湾的海洋产业 继续做大做强 我们将继续寻找美丽乡村的脚步 下一个美丽乡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